房子你们不用担心 正好您在这儿 我跟你们说一下我的想法 那是这样 我那店啊过两天就装修好了 我就搬那边住去了 你们就在这踏踏实实住吧 等到将来郑远攒了钱 有能力还我了 把那份房钱给我就行了 您看呢 一日夫妻百日恩 海黎啊 你对得起我们家郑远 妈 这是什么烂七八糟的 睡觉 睡觉 其实我跟他交往的时间并不久的 你那次碰到以后 我们两个人就结束了 之后我虽然试着和其他人交往过 但是我发现都进行不下去 后来我发现 这并不是其他人的问题 而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不是你的心理医生 但是你可以救我呀 杨远 我们俩不要再谈下去了好吗 我们俩再谈下去就会陷到那种 春天有座山 山里有个庙 庙里有个老和尚 永无休止的死循环当中去 时间不早了 你好好休息 我也该回去了 小玉 别走了吧 альные Marcel 都升干了 银水 使驾 collecting 王 a 版 你去哪儿啊 我回我妈家 走 我送你 算了 你看你一身酒气的 不怕被警察逮啊 我是大夫 我怕谁啊 算了 我来打车吧 真不用我送啊 不用啊 给你这个 还留着呢 感情够深哪 胡说八道 扔了怪可惜的 以后啊 你跟那个姓杨的说话小一点是吧 这个楼里啊 不光就住你一个人 看来 他很了解你是吧 我不知道 他回来找你 就说明他已经把你给吃透了 你知道什么呀 他今天跟你聊些什么 他今天跟我说 他要带我去上海 他说要跟我结婚 你是聋了还是哑了 你不是一直想嫁给他吗 你不是一直想嫁给他吗 他现在回来娶你来了 郎才女貌啊 我出了嗡我还能说什么 我原来是想嫁给他来着 可我现在早断了这个念头了 石小鱼 石小鱼 你不诚实 你不理他 拒绝他 你是想出了心口这个恶气 现在恶气也出了 他也回头来找你来了 两个人的目的都达到了 顺理成章应该结婚了 你不要给你和郭雅如重修就好找借口 说你呢 别老往我身上扯 你自长的 这女人啊 总是愿意把一些问题 都推在男人的身上 作为一个坚强的男人呢 我一定要扛起这些事情 她不是已经回来找你了吗 你还扛什么呀 你还委屈了 你老提她干什么 她怎么就不能提了 我就是不想叫你提她 心疼了 那你既然这么在意她 赶快去找她呀 这次你千万别松手 松不松手那是我的事 我想松就松 不想松就不松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魏靖 你说得太好了 我告诉你 咱俩就是两个瓶水相逢的陌生人 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 走 我送你回家 你少来这一套 我稀罕 哭了 后悔了吧 觉得自己刚才装大夫劲了是吧 现在收不回来了 这个女人啊 要是动了感情 那她就是嫉妒 没别的 谁对你动感情吗 你凭什么让我对你动感情 你不动感情 你动什么弄啊你 你哭什么呀你 你激动什么呀你 魏靖哥 我今天正在好好谢谢你 要不是由你刚才那番话 我不会下定的决心跟他回上海 要把嘴儿给嫁了 石小鱼 你要是愿意受她折磨 你就嫁给她吧你 就是这样 我准备了 你飞不着 你生意说 我都因为怎么会 上头两个数据填错了 幸亏我发现 要么报到上头 扣你工资才怪呢 在哪儿呢 昨天有个人找你 找到了吗 跟我来 在那儿呢 就是他 他就是听见给我打电话 那个人 他都追到北京来了 真够浪漫的呀 你要是我该怎么办啊 嫁给他 不靠谱 是不是还有别人在追你啊 没有 那你还杀灯什么 你让我好好想想呢 还想什么呀 你们都好了这么多年 没有结成婚就是因为想的太多 我告诉你啊 谈恋爱不能谈的时间太长 谈的时间太长 就容易疲劳 容易厌倦 容易放弃 恋爱谈的时间越长就越冷静 越冷静就越难决定婚姻大事 你说倒挺轻巧的 爱情的主要感觉是什么 是失望 是你爱的人不出现 出现的人你又不爱 你爱的人爱着别人 爱你的人 你又不爱 这就成我们三番五次谈恋爱的结果 你爱了三百六十五次 发现每一次都不是你想要的 不是你伤害了别人 就是别人伤害了你 总结得好 这是我在书上看到的 说一个女人 应该在一个男人最爱的时候 嫁给她 谈恋爱的时间越长啊 女人就越吃亏 女人的青春是经不起等待的 施晓鱼啊 我奉劝你 赶紧结婚 现在不流行闪婚呢 闪婚 就是在两个人难舍难分的时候 闪念版的结婚 让爱的热情在婚姻中 干柴遇到烈火 那找完了以后呢 柴米油盐 踏踏实实过日子呗 魏晋葛大夫 办公室有您电话 李大夫 我接个电话一会儿过去啊 我可以 我可以 好 喂 施晓鱼 还生我气呢 算了 算了 我说回我昨天说的话 从今往后呢 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做决定 你不要因为我来影响你的情绪 你要觉得我说的话不对呢 你连考虑都不用考虑 好不好 你既然对她那么有感情 那你回上海跟她结婚算了 施晓鱼想跟谁去上海结婚啊 怎么是你啊 怎么是你啊 你不知这事 你硬把我当成她 我有什么办法 什么事 你跟施晓鱼吹啦 昨天我跟你说的事 你考虑好了吗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好不好 走 你这么老在这转有什么呢 人家想早一点见到你嘛 想去哪儿 无所谓了 我们就在大街上溜达溜达 然后看到好一点的饭店 我们就进去吃一顿 好不好 走关 怎么样 蛮好看的 这衣服多少钱 一千一百九十五 晓鱼啊 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哪 我这里带着 我只是想我们俩好了两年了 没有给你买过什么的 我这钱好好补偿一下呢 好 来 我帮你拎吧 来 我帮你拎吧 谁啊 没事儿 这兔崽子 过去不接她电话 现在不接我电话 我说什么也不能再给你打了 今天晚上店七尾 我比较干净 帮子 你不得了 雞蛋 前面 前面是女蝎 有没有喜欢的 这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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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怎么样 还可以 试试看要吗 嗯 来 怎么样 跑不来 鸡脚 你不是算是七码的脚吗 我现在不行了 怎么了 刚才还好好的呢 我去打个电话 有没有三十八码的 喂 谁啊 是我 你在哪儿呢 我在王府警买结婚用的东西 王府警 我也在王府警 我有话跟你说 你有什么话在电话里说吧 电话里说不清嘛 我现在跟他在一块呢 我占用不了你多长时间 我现在没时间等你 谢谢 我看见你了 你转身 小鱼 回家吧咱俩 我跟小鱼有点话说 你先回去吧 你先回去吧 我一会儿就回去 那你快点啊 等你回家吃饭 再见啊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不想接 你别跟我吵架好不好 我来这儿不是想跟你吵架的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问你怎么了 烦 烦是正常的 我奶奶结婚的时候 还要死要活呢 你别找我啊 太晚了我得回去了 太晚了我得回去了 我请你吃夜宵吧 以后再说吧 没以后了吧 怎么没以后 你想一想 你都嫁到上海去了 我还能见到你吗 你少跟我提这事啊 你男人就是说反话的动物 我想嫁的时候 都找遍理由不要你 等我决定撒手了 他现在突然冒出来 要死要活的要娶你 我知道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我得珍惜他 可是我现在这心里边 我一点珍惜的感觉都没有 小鱼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还爱着他 不说话就是默许了 你是不是还喜欢他 可能吧 我 我就不知道他什么地方好 什么地方能让你像你现在这样 不顾一切的去爱他 他 没良心没责任心 他基本上是个二心俱无的男人 我跟你说施小鱼 这一个人要是眼神不好 被一块石头扮了一跤 那有心可原 要是被同样一块石头扮了两跤 那这个人就缺心眼到极致了 你知道吗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话是吧 你是我什么人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我是个医生 我不能见死不救 我实在不愿意看到你从上海枪称百孔地逃回来 魏京阁 你别咒我好不好 我没咒你 我是怕你自己毁了你自己 我愿意毁 我愿意 你管得着吗你 你愿意 石小鱼 以后我要再管你 我就不是人 魏京阁 我以后再让你管 我也不是人 石小鱼 马上就要分开了 你就不能好好说句话 你说吧 顾雅如 让我到深圳去开公司 年薪是二十四万 你说我去吗 他给你那么多钱 你干嘛不去啊 你心里就这么想是吧 你心里这么想的 石小鱼 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我心里怎么想的 你一点都不知道是吧 我不知道 杨旭想的你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现在没有人能够成为我生活中的支柱 我现在嫁给谁 我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我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从你往后 你嫁给他我去深圳 咱们谁也不认谁 我现在请求你 我现在请求你 在我哭之前 我请你走开 你走啊 我要哭啊 给我看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来 mà 你走开 我走开 我我走开 我走开 你走开 今天的票没有了 明天的飞机票也没有 我只能买高价票了 你干吗这么着急啊 也长了梦多嘛 要走你走 我不走 是因为那个人吗 瞎说 我跟你讲啊 你的眼神根本骗不了我呢 你既然那么明白 你为什么看不出来 我不愿意跟你回上海结婚呢 小雨 你不是一点都不想的 你是在等我完全说服你对吧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在像我这么了解你了 我有很多的缺点 你也有很多的缺点 但是好在呢 我们两个人已经共同生活了两年 知己知彼 结婚以后我们的利益就是共同的了 我们就要好好地合作 也应该好好地合作 生活本来就是合作的产物嘛 只有合作能力强的人 只有合作能力强的人 才能拥有高质量的生活 获得美满的爱情 小雨 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不满意 但你应该学会换位思考 女人活得总是比男人容易 在决定和你结婚以前 我问了自己几个问题 答案可都是对你有利的呀 什么问题啊 第一 如果将来我碰到一个更加可爱的女孩子 我会不会变心呢 答案是绝对不会 第二 三十年以后 如果你老了 胖了 丑了 我还有没有耐心继续和你过下去呢 答案是会 第三 如果你有灾 有难 甚至生病 死亡 我还能不能 心甘情愿地把所有的责任都负担起来呢 答案是能 你在想什么了 我不能 是不是因为那个人 不是 我都是为了我自己 杨许 你以前对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做出一个结论 我觉得那个结论完全正确 咱俩真的不合适 小鱼 我已经受到惩罚了呀 而且我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你证明 我已经错了 这还不行吗 你还要我怎么样呀 我不要你怎么样 你以前说过 婚姻是两个人合作的产物 可是我不是一个善于跟你合作的人 所以我不能跟你结婚 我票都买了呀 小鱼 我还是高价的 怎么办 一张你做一张你退了 你一辈子都不肯原谅我 对吧 小鱼 和我回去吧 我不能 好 好 废话 我 被他掏掉了 我去装造弹 我也不停了 我靠 你小子在家呢 刚我打电话 你怎么不接啊 谁得让我亲自上门行李呢 哇塞 你是恨谁啊 狠成这样 你这家伙 到底怎么了 你有什么事啊 快说 看出来了 你小子 这也是碰到什么伤炎气的事 你干什么呀你 走走走走 走跟我走 去哪儿啊 问这么多干什么 散一下心去 走走走 走走 你看你 快点 快点 衣服穿上 这搁哪儿啊 这搁这儿吧 海黎 你什么时候搬过来 我跟你爸一块儿帮你搬 我认识一搬家公司 活挺好的 价格也合理 不用了 我没多少东西 打个车就行了 破家值万贯 你看着没什么 搬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你就别管了 说个日子 我找人给你搬 正月没说什么 没有 我们家门口有个小餐馆要转租 大概有个七八张桌子吧 好经营 资金也好周转 我想劝他把它租下来 他天生就有那个脑子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养家糊口的路 那得多少钱呢 年租金是五万 他手上正好有五万 海黎啊 你这是替人家花钱 可得尽心尽力地 给人家盘算好喽 不能落埋怨 我 我知道了 您就放心吧 你这是有一 vaak 你那种 你 你 你 只会 吧 你 和 不是 你 管 我为我拖延 我为我拖延 来 这 怎么了这是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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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姐 这 这 怎么了 来 喝多了吧 我要一直把我的心 都 都对了 来 来 啊 啊 啊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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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勤快 别忘了把钱准备好啊 钱 什么钱 你得把存值的钱取出来啊 存值 存值 我 我存 存值 儿子 你是不是把存值交给他了 没有 我想不起来了 那会不会是你住院的时候 他把钱偷偷取出来给花了 想想 他自己钱都在桌上摆着 他花我钱干嘛呀 我的傻儿子 他那是小钱 你那是大钱 你怎么那么糊涂呢你 说是家里给凑的钱 那么好凑啊 说出大天我也不信 那钱哪儿去 亲爱的 电话打过了吧 打了 我们经理说给我二十天假 其实我倒是觉得 那边找到工作 这边就辞掉算了 嫁不嫁的无所谓了 哦 那你真的不用跟家里人讲一声吗 到上海再说吧 现在说反倒麻烦了 也好 随便你了 你帮我拿下包 我去上洗手间 哦 快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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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病人是 因为奇关系疼痛的 搜索员 搜索员 搜索员以后呢 给他造了一个 X线片子 那从X线片子看呢 这个 鼓鼓科这个地方呢 呃 有一个 龙骨形的破坏 咱们大家来讨论一下 这个龙骨形的破坏 到底是什么性质 呃 首先呢 我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病人呢 应该是一个 总本前往上海去的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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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前往上海去的旅客 排队检票上车 好 吃个苹果吧 再有十一个小时 我们就到上海了 回到家呢 咱们先把房子奢侈一下 然后就去旅行结婚 哎 去马尔大夫好不好 才一万多块钱一堆 随便你吧 我觉得身体里有个地方空吗 空的人非常难受 我给我的父母都打过电话了 他们俩都非常高兴 他们希望今年过年的时候呢 我们两个人能和他们一起过 看样子他真是贴了心了 连一个信都不给我回 男人就是这么狠 说要给你断 一咬牙就断了 笑语啊 我是这样想的 今年呢 咱们两个人先贷款买个房子 过两年呢 咱们就贷款买车子 哎 谢谢大家